提起盛大 总是让人怀念和唏嘘 它是中国无数男人的青春 也是中国互联网的青春 在本世纪的前十年 盛大与腾讯、阿里、百度、新浪、搜狐、网易 一度被并称为 中国互联网冷兵器时代的七雄 盛大作为七雄中当之无愧的霸主 是中国网游市场公认的拖荒者 他一手推出了诸如传奇、泡泡堂等 红极一时的网游大作 成立短短五年就赴美上市 盛大一举成为了全球市值最高的游戏公司 市值最高的中概股 还与谷歌一同被评为 全球表现最佳科技股 而创造了盛大传奇的 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年轻的首富陈天桥 他运营了国内最早的卡通动画网站 打造了中国第一个爆款网游 发明了中国第一个智能电视盒子 投资了中国第一款语音聊天软件 还率先尝试构建互动娱乐产业链 许多四季时代才慢慢普及流行的产品 这位想象力超群的创业天才 在二级时代就已经试图量产 干什么都比人家快出一步 但先跑却未必能赢 随着盛大创造的各种第一 一一被竞争对手赶超 2014年 陈天桥爆冷出售了名下全部资产 远赴国外搞脑科学研究 盛大网络也自此不复存在 飞速崛起又轰然倒塌 盛大那些年究竟经历了什么 大家好,我是徐冲浪 欢迎来到冲浪普拉斯 这里是中国山史纪的第39期上集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中国互联网教父陈天桥和他的盛大 几乎每个年少成名的人 都会经历过山车般的人生轨迹 但陈天桥除外 1973年 陈天桥出生在浙江绍兴新昌县 虽说出身农村 但陈天桥的父母都是文化人 父亲是上海导航仪器厂的工程师 母亲是新昌城关中学的英语教师 从小陈天桥就展现出了自己的天赋 他学什么都很快 17岁那年 陈天桥考入了复旦大学经济系 从大学一年级开始 陈天桥就一直是全系成绩第一名 大三陈天桥就修满了学分 以上海市唯一的优秀学生干部标兵称号 从复旦大学经济系提前一年毕业 他也是当年 复旦18位提前毕业的学生之一 天才总能让一切理想抱负都唾手可得 陈天桥毕业那年 最受欢迎的单位 是位于上海浦溪地区的大型外资企业 人才蜂拥而入 陈天桥却选择投身刚刚开始开发的浦东新区 来到了上海陆家嘴集团 然而迎接这位复旦高材生的工作 却是每天在小房间里 放映有关集团情况介绍的录像片 他第一次体验到了人生巨大的落差 在司机等待了长达十个月之后 机会终于来了 集团下属的一家企业 空出了个高管名额 需要从总部调任 这时陈天桥此前的选择显得尤为明智 因为国企人才不足 这个岗位落在了经验欠缺 但屡历漂亮的陈天桥头上 21岁的他来到了分公司 担任起副总经理的职务 开始管理200多人的团队 不久后就因为表现出色 被直接提拔为 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恩德的秘书 也是在总裁办公室里 陈天桥第一次接触到了互联网 在大多数中国人 还不知道互联网和电子邮件为何物时 总裁办已能24小时上网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 陈天桥开始接触游戏 之后他又说服父母花六七千块钱 在家中购置了一台组装电脑 引得当时17岁的弟弟陈大年 也迷上了电脑 跟哥哥考取复旦 成为学校风云人物 又提前毕业的风光不同 陈大年执高毕业 待业在家 每到周末 他们必玩个天婚地案 不过游戏从没影响过陈天桥的工作 他的能力得到了直系上司的认可 1998年 王恩德被调往浦东新区 出任分管经济的副区长时 还邀请陈天桥同行 并许诺 他将成为全上海最年轻有为的区长秘书 前途无量 但陈天桥一口回绝了王恩德 并提出了离职 幻海臣服并不是他的理想 当时有同事挽留他说 单位快要分房子了 怎么也拿了房子再走 但陈天桥却觉得 难道我这辈子还挣不了一栋房子吗 之后便依然决然地离开了 经济专业毕业的他 这次加入了一家证券公司 凭借出色的能力 没过多久 他就坐上了办公室主任的位置 在证券公司期间 陈天桥不仅熟悉了二级市长的规则 还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洛千千 恋爱两个月就闪婚的他 曾在采访中说 在证券公司 最大的收益 就是骗到手一个老婆 1999年中旬 国务院发布 关于发展资本市场的利好消息 中国股市 开启了一轮微微壮观的牛市 陈天桥也从这次的股市井喷中 掘到了第一桶金 有了本金的他 开始有了创业的念头 而其弟弟陈大年 此时通过自学 已经能独立开发网站了 1998年 陈大年还和他的一个网友 出了中国第一款上网计费软件 Incounter 入选了当年电脑报颁发的 国产时加明星共享软件 在一次程序员的线下聚会中 陈大年认识了 比自己大几岁的谭群招 在华东理工大学任教的谭群招 在业内颇有名气 他当时给一位台湾老板写程序 一周就能赚300美金 远高于他千元左右的工资 陈大年把他介绍给了哥哥陈天桥 三个看好互联网的人一拍即合 此时的中国互联网行业 也正处于叙事待发的状态 1998年 京东在中关村诞生 同年 马化腾和同学张志东 在深圳成立了腾讯 张朝阳也在这一年成立了搜狐 1999年 李彦宏在妻子的支持下离开硅谷 在中关村的一间小屋内 创立了百度 在北京市役的马云也招回杭州 用仅有的50万元创办了阿里巴巴 站在红利窗口 陈天桥意识到机会来了 1999年年底 陈天桥租下一套普通的三居室 作为办公地点 成立了圣大网络发展优先公司 下班路上 陈天桥问弟弟 我们创业 你觉得赚多少钱算成功 陈大年回答 200万吧 陈天桥笑了笑 没有说话 在当时 门户网站是互联网行业的主流 但陈天桥想做的是游戏社区 圣大以复旦学生开发的一个 互动社区项目为出行 进行开发优化 很快推出了steam.com 中国第一个图形化网络虚拟社区游戏 有意思的是 这跟今天风靡全球的游戏平台steam 只有两个字母的差距 在陈天桥的这款游戏里 玩家可以劳作 生活 甚至可以结婚 同时 接触于类似ICQ的即时通讯工具 玩家还可以在游戏里实时交流 人气颇高 短短几个月 盛大有了百万注册用户 相当于当时中华网总浏览量的30% 于是 靠着在证券公司工作时 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 在陈天桥的运作下 他们和正在看项目的中华网 签上了线 陈天桥 见到中华网CEO叶克勇 对方上来第一句话就是 steam.com 我要定了 你带上签好的合同来见我 齐开得胜 2000年1月 陈天桥斩获了中华网300万美元的投资 盛大也成为了中国第一批 依靠风投发展的公司之一 然而 中华网认为 仅凭虚拟社区 还不足以带来更高的浏览量 他们要求盛大改变经营方向 陈天桥借机 向中华网袒露了 一鱼四吃的宏伟战略 按他的解释 一条鱼可以分为头、身子、尾巴和鳍 有不同的做法 娱乐产业中围绕着一个品牌 则可以运作有关的动画、书籍、游戏 甚至服装等诸多周边产业 在这个战略下 陈天桥火速将业务中心 转向了动画网站 现在看来 这个战略无非就是IP商业化的常规路径 但在国产动画少有爆款 也没有IP孵化意识的当年 可以说是超出想象力 卡通动画网站建成后 盛大的员工数目也迅速扩张至50人 四个事业部 随后盛大又购买了黑猫警长的版权 办起了多期的卡通杂志 一切都在向设想的方向发展 千禧年到来 新世界的春风吹遍了大地 可互联网产业却一片萧索 全球超过5000家互联网公司倒闭 在中国市场网易濒临退市 丁磊一度准备以8000万美金的价格 卖掉公司 阿里巴巴稍有起色 却又在寒冬里摇摇欲坠 马云含泪裁掉美国一半员工 百度加上李彦宏 一共才有7名员工 不仅没盈利 每天还都有大笔支出 腾讯的发展也不顺利 马化腾险些卖掉OICQ 来维持公司生存 在北京夜幕下的中关村小饭馆里 每天都有人在痛哭着吃散伙饭 此时的陈天桥也陷入了困境 融资款烧得很快 盈利却遥遥无期 此外 中华网承诺投资盛大的300万美元中 还有100万美元迟迟没有到账 此时 一个韩国游戏开发商 找到了上海市动画协会 想要推广一款网络游戏 人脉颇广的陈天桥 从动画协会的一个朋友那里 得到了一手资源 陈天桥拿到这款游戏后 按照默认设置 先是连接到了韩国服务器上 可他看不懂韩文 于是 他又想办法连接到意大利服务器 玩起了英文版 尽管网速缓慢 包装差劲 但陈天桥还是被一刀999深深吸引了 玩得欲罢不能 网游传奇二 就这样撞进了陈天桥的怀里 当时 它不过是韩国的一款二流游戏 在韩国同时在线人数 只有一两万 占整个韩国市场不到1%的份额 但陈天桥却认为 这款游戏在中国很有市场 他立即写了一叠项目建议书 兴奋地对中华网方面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业领域 不但能赚钱 而且能赚大钱 陈天桥试图说服中华网的理由很简单 他认为网络游戏 是实现盈利的最好选择 娱乐永远是人类的本能需求 只要在网络上找到乐趣 用户就愿意付钱 2000年 网络游戏的市场收入为0.3亿 而2011年却已经到了3亿 年增长率为900% 网游市场可谓是一片蓝海 但网游在中国却一片荒芜 中国互联网公司 还未曾涉足这个领域 曾有欧美、日本的一些经典游戏 进入中国 都在盗版问题面前败下阵来 中华网认为 网游的投入风险太大 远不如继续运营动漫网站、社区 他们还威胁陈 如果要做网络游戏 中华网就撤资 这时候摆在陈天桥面前的 只有两条路 一是继续运营现有业务 投资会照常到账 但盛大盈利遥遥无期 且还要受中华网的撤肘 二是转型去运营网游 不必再听外人的话 但这么做盛大可能会死 陈天桥没有犹豫 他说 假如你在赌场只剩一块钱了 那么只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拿钱回家 另一种是 经过慎重考虑放进去 最终可能会成为一千块 最不应该的 是既不退出也不压钱 最后你这一块钱 还要上交赌场时段费 当时互联网股票跳水 陈天桥又铁了新要作网游 中华网见此 果断撤资 退出了盛大 2001年7月14日 陈天桥孤注一掷 直接拿出了全部家底 以每年30万美元的价格 与传奇来的版权持有商 Atos签约了 而在复完这笔代理费之后 盛大账上的现金 就算省吃俭用 也只够再支撑一个月 破釜沉舟再此一战 此时 传奇想要顺利攻测 盛大还必须要搞定 运营的软件、硬件 这需要一大笔钱 但陈天桥已囊中羞涩 别无选择下 他迅速砍掉了三个事业部 清除了所有非游戏部门的队伍 剩下的这批人 也只能拿之前80%的工资 之后 他亲自拿着代理游戏的合同 说服了浪潮、戴尔 为盛大免费提供两个月的机器试用 拿下一程后 陈天桥又拿着服务器的合约 和代理游戏的合同 找到中国电信 拿到两个月的免费代宽试用权 最后 陈天桥又拿着这些合同 以33%的分成 让上海玉璧 同意代销盛大游戏点卡 初步搭建了销售渠道 所有的筹谋、运作 都是为了达成最终的胜利 2001年9月 传奇开始公测 一上线 就以其独特的游戏性 和内置的交易系统 吸引了一大批玩家 一时间 国战、PK、鸿鸣、公杀等词汇 成为了无数玩家 挂在嘴边的关键词 两个多月后 传奇游戏开始收费 并迅速登顶各大软件销售排行榜 起初一点星火 不久变成烹油 仅一个月时间 陈天桥就赚回了此前对传奇的投资 盛大也因此起死回生 成了行业里第一批盈利的公司 然而 暗藏潜力的庞大数据背后 危险四季而动 传奇的火爆程度远超预料 万人空巷 游戏点卡一度断货 令买不到的玩家怨声四起 让陈天桥更为忧心的是 依靠玉币的这种传统销售体系 回款周期很长 盛大的资金回流很慢 更让他措手不及的是 玉币在发生人事变动后 突然不承认和盛大签下的合同 盛大的销售渠道瞬间崩塌 时间紧迫 每分钟都有无数 买不到点卡的游戏用户在流失 此时 盛大自有销售团队建设并不完善 甚至团队员工 都没有什么游戏销售方面的经验 自建新渠道并不现实 但天才总是能在问题发生前 就已经找好答案 随着传奇走红 网游火爆 2000年 中国只有350万台能上网的个人电脑 而到了2001年年底 这个数字已经达到850万台 网吧也在全国各地开花 陈天桥想到 如果能将无数不在的网吧 作为自建销售渠道的中心 传奇的销售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2002年夏天 他联系到了控制四川地区 网吧业务的天赋热线 并说服他们 用网络游戏代替局域网游戏 代卖点卡来赚取提成 当时网吧 基本上只能靠基石费 赚取微博利润 陈天桥提出的方案 可谓极具诱惑力 重金之下必有勇夫 在利益蛊惑下 网吧老板们纷纷为传奇站台 为电脑预装传奇游戏 还在网吧的门口 墙壁上 电脑桌面上 铺天盖地地贴上了传奇的海报 这些网吧就像盛大的现金奶牛 日夜不间断地为陈天桥工作 从此 陈天桥凭借一己之力 把网吧变成了中国游戏公司的必争之地 仅仅一年时间 盛大就在全国三十余个大中城市 开辟了41个服务区 整合了数千家网吧分销商 全国大小网吧 到处挤满人 很多人站不到机位 就理三层外三层地围观 这个一刀999的游戏 网瘾少年 成了21世纪的第一个网络流行语 2002年 传奇同时在线人数突破60万 一举成为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网络游戏 仅凭这款游戏 盛大抢占了中国网游六成的市场 一年进账超过6亿 纯利润超过1亿 月均销售额超过千万 王尔德曾说 人生有两大悲剧 一个是得不到想要的东西 另一个是得到了 传奇对于陈天桥而言 正是如此 2002年9月 一则本公司专职进行 盛大传奇服务器端版本 只要点击一下网址 就可以完全免费获得的私服广告 席卷网络 正版服务器玩家大量流失 不到20天的时间 盛大的收入 比上个月同期减少了2000万 而且这个数字仍在不断攀升 盛大损失惨重 陈天桥心急如焚 他立即联系了韩国合作公司 Etoz 按照约定 对方有义务为盛大提供技术上的支持 解决服务器泄露的问题 但Etoz 根本没搭理陈天桥 这令陈天桥怒不可遏 他立即扣下了 本该支付给Etoz的1000万美元分程费 另一边 陈天桥召集了上百家媒体 召开发布会 呼吁玩家拒绝盗版 并宣布 盛大对所有用户献免两周 提前推出传奇.6版本 开放原本属于传奇2.0的部分内容 同时 盛大还专门派出调查人员 追踪私服的踪迹 并通过技术手段锁定既得利益者 一旦发现 就立即向有关部门举报 几番重拳出击下 盗版者终于有所收敛 经此一役 陈天桥看明白了中国市场 也看明白了韩国人 他果断将盛大的经营重心 从代理转向自研 斥资4000万 组建了研发部门 2003年1月24日 Etoz公司单方面对外宣布 由于盛大网络 连续两个月拖延支付分程费 现终止 与盛大网络就传奇网络游戏的授权协议 版权之战一触即发 2003年7月初 盛大率先出手 在新加坡向国际商会 正式提起仲裁申请 要求韩方赔偿 因其违约给盛大造成的一切损失 7月13日 Etoz公司高调声明 将赴新加坡法庭起诉盛大 并向盛大索赔6200万美元 为了不受之于人 陈天桥的研发团队 开发了新游戏《传奇世界》 并发展了大量新用户 这也再度计划了和韩方的矛盾 对方以盛大抄袭为由 再度起诉 最终盛大向Etoz公司 支付了2002年起 拖欠的分程费 同时 双方签订了为期两年的 传奇2续约授权合同 但是 Etoz却将传奇3的代理权 给了国内另一家公司 光通 值得一提的是 或许是为了弥补当年 措施传奇2的遗憾 中华网游戏集团收购了光通 但很遗憾 传奇3始终不温不火 到了2003年 中国网游行业已是一片红海 这一年 盛大推出了彩虹岛 泡泡糖 热血英豪等多款热门网游 紧接着又拿到了软银4000万美元的投资 如日中天的陈天桥 将上市计划提上了日程 唐骏走进了陈天桥的视野 盛大用4亿元的年薪 加一场隆重的欢迎会 换来了唐骏入诸总裁办 这位名片正面印着盛大总裁 背面印着微软荣誉总裁的明星经理人 来到盛大的第一要务 就是帮助陈天桥 到纳斯达克上市 随着唐骏入职 盛大很快就成功上市 股价也一飞冲天 在任何一场游戏里 人民币玩家都是简单模式 有了钱的陈天桥 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以9170万美元的现金 收购Atos约29%的股份 一举获得了该公司的控股权 迅速了结了版权问题 仅仅半年的时间 在陈天桥的指挥下 盛大便完成了上市、融资、收购的任务 此外 这一年 盛大还一举成为了 全球市值最高的游戏公司 和市值最高的中概股公司 并与谷歌一同被评为 全球表现最佳科技股 之后 陈天桥再次加快了收购兼并的速度 出海注资日本网游公司BothTech 收购美国核心游戏引擎研发公司Zona 国内收购休闲游戏提供商 编峰 电子经济对战平台 号方 以及售后手机平台游戏的领先者 树未红 毫不快活 陈天桥要把未来可能存在的竞争对手 都扼杀在摇篮里 不过 就算盐防死守 盛大依旧虎狼还死 早在2001年9月 暴雪推出《魔兽世界》 作为进军网络游戏产业的第一部作品 身为世界顶级游戏公司 暴雪出品 避暑精品 在玩家心中 已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秘密开发了近两年时间后 暴雪把中国市场 作为了其全球战略的首要目标 2003年 暴雪创始人比尔罗珀 亲自来到了上海召开见面会 魔兽世界国内代理运营权的争夺战 也暗中打响 其中 大陆地区代理运营权 争夺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 国内所有顶级游戏公司均已出动 争夺最终名额的 是盛大和九成 暴雪对魔兽世界的代理诉求颇多 九成规模虽然远比不上盛大 却愿意接受暴雪苛刻的条件 而陈天桥因为代理传奇的教训 此次希望对魔兽游戏有更大的控制权 这与暴雪意见相左 陈天桥一句 对不起我不要了 潇洒地放弃了魔兽世界的代理权 但他没想到 这次放弃不仅让盛大错失良机 还多出了一个棘手的竞争者 魔兽世界一经推出 陈天桥就严厉告知各省市代理 不许跟九成合作 否则将取消代理盛大的权利 九成陷入了陈天桥的围追堵截 可尽管如此 魔兽世界依旧在中国爆红 这一年 九成90%的利润都来自这款游戏 并以此 跻身网游圈前三家 而正当陈天桥与九成搏杀的时候 又一位牛人横空杀入了网游市场 营销狂人史玉柱于2005年高调出场 宣布推出征途免费游戏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要知道征途的研发人员 都是史玉柱从陈天桥的墙角翘过来的 回想2004年夏天时 在中关村教父段用基的介绍下 还在从事保健品行业的史玉柱来盛大参观 陈天桥对自称是传奇老玩家的史玉柱 游温必达 可史玉柱前脚刚走 后脚盛大英雄时代项目组 近乎集体离职 20名研发人员 直接跳槽到了史玉柱的征途 前有狼后有虎 强敌环绕的盛大 开始寻找新的突破口 盛大开始大搞卖道具 劫天牢这种带有博彩性的活动 作为完成季度收入指标的重要应急手段 不过 想要将这种捞外快的模式 作为主要营收来源 陈天桥心里也没底 盛大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察和试验 而依靠出售装备获利的私服 成了考察的重要目标 那么 盛大会迎来成功吗 接下来等待着陈天桥的是什么呢 我来换张碟 请大家点开下集 继续观看